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也是羽香最重要的角色之一了 和大家的一般印象里那种三好萝莉不同的是 羽香的射线要更加的尖锐一些 所以想想黄叔这种有点熊孩子的角色也能胜任 我已经确定要播出的第三季小叔吃的小克上当中呢 女主梅音也是个有点熊的孩子 如果他只是在遇到自己喜欢的书籍的时候 才会不管不顾平时还是比较冷静成熟的 说到底呢 小黄叔和梅音还是有很多相同之处的 比如说都和书有关 所以小叔去的stuff在选节的时候 真的没有玩梗吗 除了这个他俩 都有与自己年龄不相符的一份成熟 小黄叔是因为从小被当作工具人 梅音则是大学生灵魂转世 羽香在饰演的时候也能够很好的平衡声线和情感 如果想知道纯粹的熊孩子是一种怎样的体验的话 应可推荐大家去 我的朋友很少理着羽香配音的高山玛丽亚 极致的嘴臭 极致的吵闹 熊孩子的属性拉满 一般来说我来说 我来说我来说的 你这边说我来说我来说 我来说我来说我来说 我最低限的兼职的要素哈哈哈 我只要装着用的 一种体操作的 我来说我来说 我以后一种体操作了 我来说我来说我来说 不合理 我来说我来说你 这是我来说 energetico出品 Blazata 如果虞翔把神器人压低的话 它就会给人一种帅帅的感觉 饰演箃豆瀋小姐姐 或者是想营造一种高冷的性格 都十分的合适 像是避浪航线里的江峰 以及明日方周里 的塞雷亚 都是实力强大的冰山美人 而最近终于开播的 《提二集从零开始的一世界生活》里 酷尔修女士 文武双群 英气十足 可惜我一上来就被暴水思教吃掉了记忆 暂时回不了第一集攻打白枪时的高光时刻了 当然啦 单论可爱的话 羽香的声音也是足够可爱的 比如F狗里的小王子 可爱的爆炸 著名正太空高桥李一都说好 而且不只是配音可爱羽香的歌声 也让人欲罢不能 说到这里呢 就要有请乌鱼系列的月和妹妹当场啦 虽然作品当中有软眉巅峰的千石福子珠玉在前 月和的性格也和外表给人的印象不太一样 但羽香全力卖忙的OP白剑DISCO 还是在永远的一神恋爱循环之后成功的火了一把 一时间恶情缘网站全都是鬼畜恶搞翻唱翻跳 但和恋爱循环不同的是呢 羽香似乎很少在Line上唱这首歌 来上海唱了一次 不让到时候也没有触碟 自然也没有香菜唱的恋爱循环 我只爱在底下深呼喊笑的视频用来出圈 把关打印哥我还是找到了他 做客就几次的广播节目是 清唱百姓DISCO的视频 大家观看的时候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 因为羽香他也就唱歌的时候可爱一下 歌一唱完立马就破功了 初めて知ったこの永遠を 君に誓うよ プラチナ 嬉しいのに プラチナ 切なくなって プラチナ 涙が出ちゃうのは 何で? どうして? ディスコティック ああ 緊張した ああ 緊張した ああ 緊張した 我不敢当这么一个人欧起他 这也是为什么鱼香在国内还有另外一个外号叫做知性的原因 光是看他配音也就罢了 但凡是一看他的广播节目升放现象活动 就能感受到他体内磅礴的知性气息喷涌而出 特别是他的个人广播节目 你将会看到包括不限于年龄自爆 哼价花车散锁梗等等十分知性的内容 他既能大大疯疯的问读者在CM上会买什么18XXX的本子 也会光明正大的对男性为主的听众科普不同款式的女性内衣利弊 甚至还会把自己的手机吊进奥利给大饭店的来浪去买 威威到来 这也难怪 他最好的机友阿诚太太和同事物所的香菜都不想让他来自己家做客 因为实在是太过于混沌了 哼 即便是这样的余香也是很痴情的一个女人 但这份感情应该是接不到的 英可我一说对象你们肯定就知道了 中村优衣 余香对中村的感情可以说是十分卑微了 这可不是英可张口就来的 在收到中村优衣的生日祝贺语言时呢 余香居然产生了 中村优衣说喜欢我 中村优衣要和我结婚等一系列的错诀 这不是各CP当中常见的招数虚控制堂吗 更有甚者 余香还要在广播节目当中表示 想当中村优衣养的狗 虽然余香只是想表达他愿意默默守护优衣的决心 但打的这个比方也太让人很不忍直视了 顺带一提啊 余香还是接到了一份饰演汪性人的工作 只不过这个作品 卸中之下 上讲动物园的恶极 为什么 为什么在动画当中都要虐余香啊 就不能给他一个最大的结局吗 真的是太惨了 英格 ところでお兄ちゃん お兄ちゃんって男女間の友情って信じる? もとにもよど 戦国とだってしっかり友達だ そう じゃそれはそれでいいか とにかくいってらっしゃい ほんとだ 怖くなかった 楽しんでたから 夢中になってたから ひなた ありがとう うーん 何が? うーん いいの でも ありがとう 朝だぞ 人間が朝の6時に 起きれるか いえ 6時集合ですから 起きるのは5時くらいじゃないと 人にはできることとできないことがある 短い間だったが世話になった 引き返せるうちは旅ではない 引き返せなくなった時に初めてそれは旅になるのだ って言うし うわあ 何それ名言ぽい 誰の言葉 私 なんだ 春香 アハハ 私知ってたのに ごめんね 知ってたって 春香が嫉妬深いネチネチした女ってことだよ じゃあ私も配送あるから一緒に行こう 構わない 不,那我把二馬車拿出來 平平,平均 老爺太誇張了 這樣看來,我就是力量